菲律宾总统杜特蒂9月2日将抵达以色列进行为期四天访问,加强非国和以国的军事采购关系。 欧新社 分享 菲律宾总统杜特蒂,Rodrigo Dutert,9月2日将抵达以色列进行为期四天访问,以继续推动非国转移对美国军事设备和军力支持的长期依赖,并加强非国和以国的军事采购关系。 已非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已超过60年,但这回却是菲律宾领导人首度访问以色列。 两国友好关系上诉至纳粹屠杀犹太人期间,马尼拉曾提供犹太人避难所,杜特蒂这趟房已知旅备受关注。 因为她的发言经常张狂粗俗,曾将自己强力扫荡国内毒贩与纳粹投资希特勒、Hitler相提并论。 杜特蒂也因在国内发动的扫毒战造成数千人死亡,受到国际谴责。 非国和美国、加拿大的军事设备采购案双双触交,正是由于这层顾虑。 但非国向以色列采购武器的交易至今仍顺畅。 菲律宾大学,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,国际关系专家塞维亚,Hamilton Servilia,表示,杜特蒂这趟访问是为了寻找替代市场。 以采购我们的武装部队和警方所需武器,以色列是全球主要武器出口国之一。 根据以国国防部的数据,近60%的出口国防设备销往亚太地区杜特蒂此行有军人和警方人员随行。 他将和以色列总理尼潭雅胡Benjamin Netanyahu会谈,并将出席一场和当地非国移工的见面会。 以色列有数千名非国移工。